好 歡迎收看Yoki爸爸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們在做一題FreeShare跟Walk的問題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題目 題目說有一個火力叢頭的Force 推在一個物體上面 我們看到題目就先把示意圖畫出來 有一個Force 然後推著這個是150N 那這個推車是40KG 然後呢 它走得多遠 從這裡走到這裡 走個6M 那問你的一連串問題 然後它這邊很重要 我們看到是不是Constant Speed 你看到Constant Speed人家想到什麼 沒錯 就是這個Friction Friction跟運動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會往反方向 然後呢 還有這個 這個打小會相同 因為它Constant Speed代表什麼 Constant Speed代表A等於0 A等於0代表什麼呢 Net Force等於0 對不對 Net Force等於0代表什麼呢 往左的力量等於往右的力量 所以Friction 不就等於150N了 好 第一個問題 Walk down by 150N的Force 然後 推力是往右推 移動也是往右移動 所以 Walk等於F乘以D 這沒有問題的 是150乘以6 好 小心 單位不要寫錯了 900J 好 那第二個問題要問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要問Fric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就來看看 這個Friction的Constant 該怎麼算 好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好嘞 那這個呢 因為我們說 它Friction是等於什麼 μN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 Friction是不是150 那μ不知道是題目要我們求的 因為它是Kinetic 所以我們加個K Normal Force多少 Normal Force就40乘以10 對不對 這樣不就有了 所以 μ就等於 150 over 400 好 那剩下就計算機的工作 好 那這題我們解答到這邊